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品君 今天要带来看的新闻是 台股的重头戏要来了 就是大家所关注的货柜三雄 即将公布他们的股利政策 那他们三个在去年 合计就海赚了超过5000亿元 法人也在上中午的时候 就开始压保长龙啰 市场也传出 多数的航运业者对于他们配息率 是预估在四层起跳 预估货柜三雄发出的现金股利 就会超过2000亿元 以11日的收盘价来计算的话 这个殖利率就超过了9.5% 那法人也直言 航运股若赚多配少的话 跌于投资人的预期 股价是会说话的 航运业者则是认为股价是一时的 散户关心股息的多寡 不过长期投资人则是关注 像是净值还有毛利率这部分 每年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配股配息的话 更为重要哦 加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可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